好的来看国际知名品牌YSL 近日呢是推出了穿装系列 结果就惊爆涉嫌抄袭了 好原来呢这是以红底高跟鞋 闻名的品牌布鲁托 就控告YSL新的这红底鞋系列 是有抄袭之嫌 并且呢还向纽约法院地状 要求100万美元的赔偿 电影《欲望城市》中 经常登场演出的传奇红底鞋 在时尚界普及盛名 不只是欲望城市女主角的最爱 连名媛巴黎斯·谢尔顿 马丹娜等大牌好莱坞女星 都是爱好者 连台湾艺人都躲不过她的魅力 你是高级的吗 你认输了 一听到红底小S就认输 红底鞋在时尚界的地位可想而知 但这独特的设计 却也成为真实的主因 同名设计师鲁布托 最近在纽约控告另一家 法国金属YSL的春季系列 设行抄袭红底设计 并要求YSL赔偶台币 近三千万的赔偿金 虽然YSL美国分公司拒绝回应 但根据报道 这不是YSL第一次推出红底高跟鞋 而且YSL推出的鞋款 更只有红色鞋子才配红色的底 跟鲁布托轻衣色的红色底 并不太一样 到底有没有刻意的心权 仍然有待法律的裁决 中天新闻 红云超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